身为一个象征演员 郭麒麟应该是第一次演戏 不过呀 在这么多角色当中 挑选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角色 范思哲 有不少观众就说啊 郭麒麟演的范思哲是本色出演 可以说是整部剧的搞笑担当啊 郭麒麟居然成了一个梗 还上了热搜 最搞笑的还是郭德纲压根不知道 郭麒麟参演了庆余年 在媒体采访郭麒麟的时候 记者就问郭麒麟 郭德纲怎么看这部剧 对于这个角色呢 郭麒麟直接就这么说 他都不知道我演了这部戏 演了这部戏 他不看电视剧 他都不知道我干嘛了 我太难了 据的网友在听到这个回答之后啊 感觉郭麒麟是郭德纲亲儿子了 之前郭麒麟开着一辆豪车出现 大家才想起来 哦他是一个富二代啊 超级富二代啊 而且还是一脸搞怪的样子 根本没有明星化 很多观众也希望多多看到范思哲的戏份 非常的喜欢这个角色 作为电视观众 我们太喜欢地主家傻儿子了 各位您怎么看呢 欢迎说出你的想法 如果我留言话不看